卧槽 也要人急 田野有点麻呀 打的这个样子 主要是把把对线 感觉有点玩的怪怪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后续打微博或者偷博 感觉更 也不是更难打吗 感觉稍微好打一点点 那也仅仅是一点点 有点小瘫痪 第一波回头怎么说呢 感觉像是看到打野来的想反打 但发现伤害不够 不过这怎么中的本来也就 就知道是打LNG 知道也就是打不过 这个没办法 先留下后天的对手吧 但是讲实话 碰到微博下路 一级还能打打 要碰到涛博下路 那真打不了兄弟 嘎啦跟ELK 都是被文博抱歉的 打涛博是真完全打不了 就微博下路强度真的是要逼 下路强度还要高的 怎么办啊 然后中路又是打的肉鸡 压力大的离谱 但是好消息 上路有个大荒 这是唯一的好消息了 然后打微博的话 打微博 微博的中下也联动 会联动得更好一点 不是说weapon厉害 是因为版本原因 田野本来就擅长软辅一点 田野的软辅应该在LPL 是独一档吧 但是硬辅确实玩的没那么好 这个事实在乎 就weapon S11 S12在的时候 基本上想都是玩软辅嘛 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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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